穿越成了咒王的二皇子 昏君老爹还特么能偷听到我的心声 救命啊 大王 老陈刚才失忆了 不该在这大殿之上 喊您的名讳 请大王治罪 说着文太师又欲跪下 只是被咒王连忙再度扶起 老师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您肯喊我兽儿 那是兽儿的福气 哪个敢多说半句 多谢大王 这刻文太师越发的老怀安慰 今天这股高兴近 可是好多年都没有了 大王 请上座 老夫还要请大王 一同商讨这讨敌之法 咒王举听是正式 也不扭念 对于战士 他可从不马虎 大王 既然早已明察秋毫 知道原福通这次要反 是否早已有了对策 姑知道个求啊 姑也是刚刚听说 比你知道还晚 你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问的你 你倒是看文太师啊 靠这便秘的表情 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刚就是唇懵的事吧 咒王一脸尴尬 只能连忙四处一瞟 突然扶着心头 老师 这北海反了 最近的不是北伯侯崇后虎吗 您看 嗯 谢 你个傻子 崇后虎这货 去凭北海之患 他去得了 但能回得来吗 知道北海是啥底气吗 啥都不知道 救北伯侯果然是昏君 哈 国操 女子 你要是知道 你倒是傻啊 真是击死你爹啊 这王话你出口 北英红一顿乱队 连忙改口 哎 北海事理错综复杂 北伯侯怕是应付不来 今日这事确实很大 不过也是一个历练的好机会 洪儿 你也不想了 当着你师祖爷爷的面 说说你的浅见吧 没事 随便说 童言无忌嘛 你特么 真是我亲爹 我才十岁啊 能旁听就不错了 居然还问我 要点脸好吗 哈哈 你小子也有吃脸的时候 爽 叫你天天骂五子 来 有本事你倒是说呀 哈哈哈哈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只见殷红 一个华贵 那满脸的委屈 真能把人忽悠瘸了 父王 儿臣今年十岁未满 如此军机大事 又岂能而继 依儿臣所见 此时当问国舅爷 镇国五成王 他才是同管天下的 兵马大元帅呀 卧槽 这小子 小小年纪这皮球踢的 666 还五成王 孤都不懂 飞虎他懂得渣渣 呵呵 想套我话 昏君老爹 你还愣了点 就这演技 奥斯卡都得跪着 给我颁奖 北海是啥地方 北巨卢州 知道吗 那是谁的地盘 妖族呀 上古乌妖大战之后 大部分没战死的 可都躲到那里去了 就你手下 这些文武大臣 能有几斤几两 你不知道吗 说句难听的 谁去都得割屁 只有老太师文重 还能仗着 师门结教的 一众妖仙 跟人家那边 攀上一点关系 让那边的一些大妖 不太为难他 别人去 去几个 人家给你盾几个 何况 就算文太师亲自去 每个十五六年代 怕是都回布莱亚 这婚军真是 屁都不懂一个 啊